我们在第15次动作里面 看到一个回收的动作 接下来呢 16又是分配 分配就是刚刚的故事 还有什么新故事可以说吗 有 这一次分配 分配的是 我们有在文字上 文字上告诉你 线索在这个地方 分配的是叫190 190 所以最适合它的是多少呢 除一下 190除以10H 得到的是 实境位的25 表示应该由第25号链表来提供 可是25号链表 去检查一下 它对应的bit是0 对应的bit是0 就要往比较大的区块去找找看 我们前面也许我没有这样讲 我都告诉你 就直接去找最后一条链表 那是因为中间它都是0 可是现在呢 可是现在呢 要的是第25号链表 是刚好能够满足 而你回到上一页看看 在第35号链表 有一块 所以应该由它来提供服务 在你手上很多的区块里头 如果没有那个刚好一样大的 跟申请量一样大的 没有 如果没有 那么就找最靠近的 而不要一次动用到那个很大的那一种 挂在最后一个链表的那些都是很大的 尽量不要去动用它 为什么呢 尽量维护一个区块最大的可能性 最大的大小 你把它切了以后 它将来要合并就比较困难 合并的动作后面会提 就比较困难 那个机会也不太容易出现 合并的动作本身很简单 但是那个机会不太容易出现 所以我们说什么 现在是要分配 OK 24号链表不能提供 但是上一页告诉我们 35号链表有 所以 这个SBH就到这里看一看以后呢 要看上一页的这里的状态 发现是第35号有 于是到这个地方来切 这个图 很仔细看 请你仔细看 这个240 就是上一页 这个240 我再切回来 这240 它是从这个刚刚才回收了 这个240里头呢 去切出 壁龄出来 去切出壁龄 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一块 这个190 其实是切完之后的剩余量 所以这一次要的是B0 所以刚刚应该是回到前面来 应该是说B0去除以16 再减1 看看应该由谁来提供 不过然后没找到 然后再 这个接续刚刚的话题才 找到这个第35号链表来提供 这是B0 那么切出去之后 240切出去之后就剩下190了 这时候这个190 它就变比较小一点 因此它又应该移动了 本来240是挂在35号链表 它现在变比较小了 它又要移动了 怎么移动呢 它是190去除以这个除法减1 得到的是应该挂在第24号链表 所以这时候 这里的第24个bit应该按起来 我们看看对不对 1 2 3 4 5 6 每一个代表4个bit 所以6个就6424 24是0到23 最后是23 23 后面这个8就是1000 所以这个1就是第24个bit 就是这里主要 所以 这故事是什么呢 在上第15次的时候刚回收一个 第16次的时候又从回收的这个再切一些又给出去了 而剩下的又变比较小 因此重新调整 不但这个指针要移动 改挂到第24个链表来 而且对应的bit也要调整 你仔细看一下我这两页我现在要切换了 这是目前现在在谈的这一页 好你看上一页 这里是35 现在呢 已经调整成24了 我画在同一个位置上 因为这个没有按没有办法按比例来画 但是你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变动 这些小细节是养成你正确的对Maloc理解的一些关键的数字 我们说魔鬼都藏在细节里头 把这些东西都抓出来 就完全能够掌握 好这是第16次分配 我们再往下 就这样进行下去 第N次的分配 这中间跳了那么多次 就也没有什么新故事要讲 到了第N次的时候 状态在我所观察的呢 是这样 这时候 在这个第N次 我为什么要展现这个图 是要让你知道 我刻意设计的让这个group用光光 所以注意 现在已经画到下面来了 右边也相对应的画到下面来了 那这一个仍然展成八大块 仍然是这种样子 有一个新的group起来了 前面的那个旧的group 里头有32k全部用光光了 也不是全部用光光 要看这个上一个group的 这些对应的bit 是什么状态呢 目前是这种状态 这个是0010 里头有一个1 这个是0001 里头也有一个1 加起来就是两个1了 这个4是1 4是1000 里头也有一个1 那就三个1 所以这一串的意思是说 最前面的那一个group 里头有三个 三个链表 上面挂有区块 有几块呢 不知道 但反正挂有区块 三个链表 所以现在进入了下面这个group 那前面那个group的状态显示在这里 好 而这一次要的 我来看看 相当大 230 所以前面的这一些 刚刚讨论过的这些链表 都不能够来满足它 于是现在只好 新来一个group 故事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这里的切割动作都一样 好 这个是第N4分配 这张图的重点是 注意 已经换了一个group 因此上面这一个数字也变了 变成1 我们回到前面看看 前面都是0 前面好几个动作 我一直往前跳 都是0 好 我现在再往后跳 到了第N4 刻意的表现 让你知道它 这里就变成1了 这个是这张图影片的用意